蝦蜜,你才高中生喔? 今年要上大學,他今年18歲 所以我現在才講學生平的故事啊 已經滿18歲了啊 真的滿18 這個很敏感耶 所以我猜剛剛 可是這不是很多人要猜 大家好,我是新陳童夢 是個到處亂跑的攝影玩家 這一集開始陸續會有一系列的停產的底片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念舊的人 並非是懷念那些老舊的人與物 他們真正懷念的是過去的自己 人生的各種人事物 都會跟當時的記憶有連結 很幸運的遇到底片同好 願意割愛保存良好的停產底片 可以讓我重新細細品味生命中的曾經的美好 首先登場的是富士的REALA100 拿到手中的這批期限是2012年8月 也就是說停產應該是2010年左右 就是差不多這次拍的model 剛上小學的時候 應該是台灣的最後一批了 我大概是2008年回去拍底片寫真 在09年柯達EKTA100出來之前 我幾乎都是用REALA100在拍人像 當年EKTA100號稱是最細緻的底片 但最適合東方女性的還是REALA100 REALA100是富士第一款 擁有第四層感光乳記的底片 擁有極致低反差超高性能的表現 網路上查到是誕生於1998年 在世上存活了14年左右 具體表現出紅潤膚色 色偏偏的恰到好處 就像照片上度上一層明亮的香檳色 光線照射下的高貴、淡雅 那種觸動攝影肥宅心靈的色彩 像是瀰漫在空氣中的清香酸味 令人迷戀 即便停產10年後 人就印在腦海中無法忘懷 第一次到園林站 今天到園林這邊找朋友 然後拍一些 已經消失 拍一個已經消失的底片 前面還有後面 前面還有後面 我第一次來園林 對啊 因為他這個地標是很 好建立在高 園林那些人是很熟 欸他這個是不是新的車站啊 對新蓋的 因為那個前景很高價化 然後所以他車站整個翻新 那因為園林站是彰化的第二大站 感覺好像比彰化還大一點 是不是 因為彰化是舊車站 彰化沒有翻新 所以你的那個 底片都是以前買的 最近應該都比較斷貨 我今年都沒有買 因為我之前囤太多 因為之前就是 我除了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聽到那個張家學 我就會先囤一批 然後後來又有那個 現在都斷貨 根本就很多都買不到 是喔 因為我是很久沒買 所以我是沒那麼了解 因為其實 像我知道 像是 以彰化的那個經營來說 因為我覺得彰化經營的貨源 跟那個 對 等一下我們今天會經營 看電話就去看一下 什麼 張化經營 因為張化經營的那個貨跟那個高雄自由 應該是台灣這兩間手上的現貨最多 對 張化經營就在這邊 然後那個老闆 老闆是二代嘛 他也是很有心在做 然後等一下我們經過 可以下去參觀一下 對 對 我覺得這兩家的東西 算是最多 也算是最 比較實惠 但是 然後他那個 他就是 就是我剛說 我跟他聊天 他就說 其實他有一些是從 他代上拿的 有一些也是從國外直接進 啊 現在 現在貨運比較方便 像我記得我以前 在那個 有個網站叫什麼的 忘記的網站好像不在了 那時候就有人講說 他想要去 那時候 ECBA那個Vista還在嘛 他就知道 那時候他就想去問說 他可不可以買 買Vista進來台灣 他想在台灣 那他在台灣沒有賣Vista 他想要去買 那然後那個Vista 就是那個歐洲常會他說 可以啊 一次買一萬 一萬卷 這最低量是一萬卷 還有一萬塊 就是工廠 工廠最低 可能是工廠最低生產量 Vista現在 我看那個價格都是三四百塊 因為Vista那個時候 那時候自己老闆是說 因為我待會兒查證 Vista是那個 跟那個之前 那個什麼 Pradaise啊 那個那個 Roseman一樣都是 富士代工的 然後富士剛好就是 停一間 就是把一個工廠停掉 然後那個工廠就包含 早期 EGFA有一種銀色 是德國做的 你知道 那個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現在那個什麼 那個路來啊 路來比較像 像EGFA的顏色 路來本來比較像 因為它有點偏 偏 偏橘色 柯達這個 對對對 它 這間是 它有在沖嗎 有啊 沖早都有啊 沖早都有 電影裡面也有 對 它的東西算蠻齊的啦 對啊 然後那邊呢 還有後面就是 整個 它現在還有那個 100度的業務片 可是現在很貴喔 還好呢 不過它是24張的 對24啊 因為36 對 這蠻貴的 現在有那個短期的 短期比較便宜 短期多少 245 對 到2020 因為它貨架的東西 其實都蠻齊全的 就是現在該有的都有 對對對 然後他們只要大部分 用機鬆的 我是可以 這是有蝦皮店嗎 還是什麼 他們有那個 對 對 這隻有沒有 有沒有135的啊 還是它只有120的而已 這個嗎 一上來這邊 其實現在剩100 我記得以前有135 喔沒有800的喔 其實它800是 70最高 但是我之前 這找不到了 我之前在室內排 我覺得它那個偏 就是螢光 螢光中偏 偏 偏綠的情況很嚴重 偏綠 其實跟柯打一樣啊 但是它特別嚴重 就是相較之下 還是有差啦 就是畢竟跟複製可能還是有差 對 我還有SPR-135的 我之前有拍過 整片 這什麼 這是黑白的 這個是黑白的 那個什麼400 什麼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50B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電 就是他先 對對就是 對對對 那個自由老闆跟我說 他這個其實就是電影底片 對啊對啊 他只是把石墨弄掉 可是石墨那時候 排出來會不太一樣 因為他就少那一層 所以後來還是有差 那喜不喜歡 見仁見智 因為他 他撒掉之後 他那個亮部會有光暈 好像這 120的奇異怪怪的比較多 120現在就是 然後現在135其實有一些貼牌的底片 對 都是很多 很多都是富士的 這個啦 這個比較特殊 因為這個是好像是一間什麼歐洲的小廠 哪裡 那一隻 對 那黑白是那個 那是黑白的 因為彩色 也就是 那兩家人做 所以其他小廠只能做黑白 因為彩色的那個基礎門檻太高了 然後之前那個什麼特效片 就是 這個是西洋版 之前那個特效片這邊也有 就是那種 之前有真的在那個 有 有在那個 那叫什麼 嗯 就是 老相機那邊不是有人在那邊 糾團買那種彩色特效影片那裡 他這個 他這個跟 有什麼不一樣 他是比較高階 就是說 他多 他富士手多一層 就算他四層的那個感色 那 那到底有沒有比較好 那是不是會怕到我那個肚子 嗯 對 也會怕你的胸部 OKOKOK 不小心 拉薩來太多了 但因為對話內容蠻有趣的 所以都會剪進去 導致影片時間太長 這次就先不玩數位後製啦 手上還有一些 Ryola100 也有品質不明的日本國內版的 RyolaS 以後再拍幾部片來後製數位玩玩看 對了忘記說了喔 因為這次的過期底片是從朋友那邊拿來的喔 所以保存品質可以掌握 建議還是不要亂玩來入不明的過期底片 如果非要拍那就多加點曝光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張這次的作品 瑞麗100那讓拍過的人回味 沒拍過的人二晚的極致粉嫩 甚至女生不化妝都可以誇張的迷人的色彩表現 Hee ivel Hee o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有想看什么底片拍摄的 再留言给我 要业配或者想合作的妹妹也可以留言 model跟摄影好友的IG 还有完整的作品网址就会放在资讯栏 就这样啦 拜拜 下支影片见 啊好 很好 非常好演怎样看我 好 你在面向前面有蛮小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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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